今天真是晴朗的好天气不是吗 一点也不晴朗 但是这种下学的日子 真的非常适合小朋友卖火柴 和跟阿嬷上天堂 没错 今天我们的选手一样是在 醉鬼父亲兼教练的说实下 蓄势待发 卖火柴小女孩 黑鱼圆绘子 装子座 O型 体重38公斤 兴趣是乖乖听话 年纪推测在6岁到15岁之间 哇塞 年纪的Rage这么大呀 其实呢 作者并没有这么严格的说明他的年龄 每一话的外表年纪其实都不太一样 好了 小女孩出发了 首先是大家最熟悉的中塔广场 是的 防守人员是第一话的原班人马 顺带一提 广场上左右两边男女 就是第八话的潘力娟和陈文财哦 诶 是这样子吗 来了 小女孩一个漂亮的Z7A边 到了臭年男子身边 被闪过了 很厉害啊 这是一定要闪过的啊 因为万一火柴才成功卖掉 他们就再也没有出场了 直接坏了 哎 真平民 他们一定不知道 其实也剩下没有几话可以出场了啊 哦 知道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好像很大啊 接下来是名场景 令人羡慕的一家人窗外 这一家人从爸妈妈妈带两个胸尾 无论是身家健康外貌 各方面都很任何羡慕啊 早是第十三话都死光光了 这也应该没有人羡慕吧 要开始了 720度 来点火柴取暖把大旋转 听说这次他有了新的突破 小女孩新的旋转动画非常精致 花了写多整整一个半月才完成了 哇 大家又演服了 天津一段广告 好 大家打不动 我相信你的座古城京 座古城京 就是阴风 水丸风以为 也是阴风 水丸风 丸风 哪有 谢谢你们啦 玩具耶 是的 精彩的部分完全被广告盖过了 连大餐都还没看到就已经在点玩具了 没办法 赞助厂商最大 比赛已经接近尾声 小女孩即将把剩下的火柴点燃 召唤出我们可爱的阿嬷 小女孩的阿嬷 81岁 由人妻里莎配音 定居是织毛衣打魔兽 叛代人去天国 啊 阿嬷也打魔兽 跟我到天国去吧 好 死了 小女孩再度死了 又是一场完美的演出 真是太精彩了 再一次令人悲伤的结局 请期待下一季的比赛 诶 这样搞真的有人会觉得悲伤吗 混搭的 诶 说要该疼长了 就是 suff ele выбром啊 除了 噢 说要是